印度做出危险决定 巴铁或将被拉入军备竞赛 一旦爆发核战 为何印度损失更加惨重 巴基斯坦有何优势 自印度取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后 印巴形势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中东 毕竟两个国家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目前双方依然在边境频繁交火 核实失控谁都说不准 三个月前 印度首次向克什米尔地区增兵 期间双方爆发了多次流血冲突 造成了多名人员的伤亡 之后又开始了整居备战 印度加急购买了大量俄罗斯和美国的先行武器 巴基斯坦也紧随即后购买了大量二手幻影战机 甚至还向土耳其购买了四艘护卫舰 近日印度再次做出一个危险决定 据央广网报道称 印度发布文件显示 将预计在未来5到7年投入1300亿美元 用来采购军备提升战斗力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还警告巴基斯坦称 巴基斯坦一意孤行将面临解体 谁也救不了 有分析称印度的大规模扩张军备的举动 或将逼迫巴基斯坦走上军备竞赛之路 但印度这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 因为近些年印度经济增长下滑 搞军备扩张只会越陷越深 值得一提的是 两国都拥有核武器 双方都曾公然表明不排除核大战的可能 意味着这并不是小打小闹的地区冲突 如果印巴真的爆发核战 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日前美之库表示 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140到150枚核弹头 核战爆发将会造成0.8到1.25亿人口伤亡 还将影响冰河期提前到来 虽然在常规战力方面 巴基斯坦和印度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巴方此前曾表示 如果常规战争失败就会启动核武器 在核战中 巴基斯坦相较于印度有一个优势 印度人口超过13亿 而巴基斯坦只有2亿左右 密集的人口使核弹袭击效果成倍放大 印度损失只会更加惨重 印巴是否会开启核战争谁也说不准 不过在打光了眼的情况下 这将是最后的王牌 只是核战爆发谁都不会是赢家